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 其实我们有日子没说疫情了,有关大疫情的问题 大疫情依然在持续,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 很多天都是连连创新高了,每天全世界有20多万人确诊 我原来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解释过 我这个东西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再版1364年是136几年 当时它第一波的前后的时间7年,延续了7年,就是第一下 第一下也出现在佛罗伦萨 所以大家看到在西方流传下来的《时日谈》 半黄色小说了 它跟中国的黄色小说多少有点距离 那都是多少年前上大学的时候看过 上大,改革开放年代 所以那几届的学生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一个故事 但记不得了,就真的一点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就像我跟大家说,那个时候还有机会去中央党校 去这个北京党校 那里头北京党校看肉谱团,看这个 看这个金平梅 还有一本书 所以那个东西,这是全党上下 就这个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 根本你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欲望上的被诱惑 根本没有能力,你不可能 所以它的可能怎么去控制人的身体的欲望 身体欲望是肉身来的 你只有唤醒自己的真正的灵魂 这是从信仰上,从修炼上说 唤醒自己的灵魂,正视了自己的身体 与自己灵魂之间的关系 那什么东西都动不了你 但是呢,生命就是生命了 魔鬼就是魔鬼了 所以当初释迦摩尼佛留下一故事 他在那打坐,魔王的女儿去诱惑他 那多大的诱惑力啊,对不对 淫荡淫邪之诱物的鼻祖 就有点那意思 结果佛祖看到他就是肉躯 乱七八糟东西 蛇 佛祖看到的是那个 那他还不相信 结果佛祖用功能就给他 把他自己的那个魔王的女儿 他自己 其实原神的那一面 灵魂的一面就给打开了 他看见了 完了,他就完了 那你再漂亮的诱物 你看到的是蛆虫 那个东西他怎么诱惑你啊 第一个,第二个 你要明白那些诱物的本身 阴邪诱物的本身 他没有任何自知能力 他没有任何自知能力 他只有展现自己阴邪的本能 当这东西被诱惑之后是类似的 啊,这东西就是共产党人被共产党完全搞定之后 基本上是类似的 在大疫情当中出现状况 现在哈 最新呢 在新西兰也出现了三十几个 所以新西兰挺挺惨的 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开始重复出现 香港一直重复出现在持续 那美国一直是这样 巴西是两百多万 是不是到三百万 不知道 印度现在是一天四五万四五万 但是他们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其实不叫奇怪了 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 成为了他主要的感染群落 另外一个 在南非呢 南非是第五个多的国家 黑人 现在依然表现的黑人跟拉美人 是最主要的感染者 我们原来讲过 我们不去陈述了 我只想说 现在被感染的 大多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 真正的年轻人 在这些病毒学者身上 没有任何解释 他只是说 这是第二波 这是第二波 那如果病毒 从感染的年龄的角度来讲 出现这么大的分化 也就是说 病毒的针对性 跟它的实在性非常强 它到什么时候 打击什么人 到什么时候打击什么人 那而人类却没有能力认知它的这种分类变化 有人说可能是病毒已经变异了 那是人的解释 其实它没有 我以为这就是病毒本身 有着神的背后的因素 你一定要大家记住 在病毒在病毒这种猖獗的过程 这种猖獗的过程是人们打击中共 摆脱中共 视中国共产人类的最大的迫害者 最大的威胁 最大的威胁跟伤害 人的认知是病生起来的 提醒大家注意 所以中共的内部的斗争也就显得比较惨烈了 这是一篇综合文章 是一个台湾媒体写的 内斗惨烈 北的核会议没有结束 还在开 那他就把这个事就作为了一个总结性的报道 那我相信蔡霞这件事情 也是真正是中共内斗的标志 我觉得这是 因为蔡霞 他这个事 在包括任志强被抓 他后来没再说什么话 你现在抓他 你现在抓蔡霞 说明在现在的体制内部 就是跟习近平一起开会的人 很多人引用了蔡霞的言论 因为他毕竟是中央党校的教授 引用了蔡霞的言论 去打击习近平 习近平作为内斗的反击手段 责逞王沪宁 治理蔡霞 应该是这么来的 是内斗的反击的做法 任志强类似 任志强冲的是 王岐山 那蔡霞应该是党内的 整个反习势力 我相信如果北戴河会议 没有结束的话 应该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所以习近平等蔡霞 是党内斗争过程中的一个表现 权力分配的问题 北戴河一度传出 8月7号结束 近日又说没有结束 中共高层还在内部激烈争吵 习近平遭到了内部的 反其派的全面围攻 四面主格 蔡霞这个事情 我作为 就我角度来讲 我认为是这个 是目前看到围攻 他反击的一个过程 没有结束的说法 是路透社拿出来的 路透社在两天前说的 传闻8月1号召开 一般是两周左右 那中共领导人集体是 在镜头上消失 8月8号 栗战书出面 主持了人大常委会 决定香港立法会延迟一年 所以当时认为 北戴河会议结束 后来说是烟雾弹 习近平在11号 不许浪费粮食的事情 他也没有露面 是这么回事 北戴河会议 基本上是这么个程序 也是这么一个判断的说法 北戴河当地是否紧张 就是交通管制 然后就是集体不在 市面上出事了 就是不再露面了 不再露事了 那基本就认为是 北戴河召开了 15号原定的 中美贸易协议的 谈判因故推迟 没有任何后来的解读时间 说这个是因为 北戴河会议 是 推迟的原因 还在北戴河召开会议 他一个视频会议 本来没有事情 所以北戴河会议的 没有 中美贸易的 定好的谈判时间 交流时间 没有交流 同样是说明 习近平遭到了极其残酷的反击 极其残酷的反击 也就是他对刘鹤所定下调 跟对方谈判的任何内容都不存在了 已经遭到解杀了 北戴河会议究竟结束没有 无法确定 但目前传出的消息 中共今年面临的内忧外患 天灾人祸 经济恶化 疫情水患 粮食短缺 爆发冲击政权问题 所以反对习近平的派别 已经忍耐不住 在会议中 对习近平开炮 双方争吵激烈 双方争吵激烈 应该是 我自己也承认 应该是这样的 而这份争吵 已经可以外延出来 他外延的一个说法 就是战狼外交的软化 习近平不再战狼外交了 拼命购买的 拼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在八月份加大购买美国的原油 三千二百万桶 很少的 很少这么买 因为美国的原油不好使 忠实化不愿意用美国的原油 愿意用中东的 然后那他再有 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是这样 这是对外 对外完全转化 但是对内他强硬 就是处理任志强 跟蔡霞这个事情 应该是对内强硬 战狼外交 处理香港问题 令国际中心失事 失去位置 受到党内人士的强烈不满 接班人的问题更遇到挑战 香港问题应该是 问题很大 包括制裁 我们从看到他被制裁的本身 那些被制裁者 也非常的无知 他们首先反映的 林郑月娥说 我在美国没有资产 对吧 那个 中联办主任说 我给一百块钱 寄给川普 让他制裁我 对不对 你看那个聪明的人 他就不说话 警务处处长 没说话 那小子贼 那小子是党员了 他是行政学院的毕业生 就是党校了 所以他知道有麻烦 所以他当时最早动手 在五月份 一传出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把香港警察的 那护注金 就从汇丰银行 转到 应该是工商银行去了 他知道要出事 制裁他 他如果被制裁 他一定被制裁 两任这个警务处处长 都被制裁了 警务处处长 那警务处处长被制裁 而港警的护注金 他是主要 他是理论上的老板 所以他主持的这笔钱 就会受到美国制裁 如果这笔钱被证明 存在了这个 工商行 工商行 如果美国人想追 追角的话 工商行会有麻烦 然后所以这里面就讲 我们只讲了一个香港问题 就是习近平他们的无知 所以而旁边他的做法 会让所有明白的人 都会褪避三舍 就活该看着他出事 他的做法会促使 所有有本事的人 回避三舍 他旁边只剩下妖精 跟宁臣 一定会有宁臣的 宁臣是人 妖精是妖精 习近平立晚 全市决定 十月份召开五中全会 提出五年计划 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还有一个 2035年的远目标计划 所以要执政15年 还有执政15年 双方对垒的初步情况 习派处于弱势 如战狼式外交的调整 缓和对外的状况 对美国部分的 这种相互的关系部分 希望中美关系 能回到正轨上 向军方下令 在美中争议水域上 不能先开火 防止擦枪走火 不准先开火 这个说法就非常幼稚了 这个话 这个话说出来 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话 不准先开火 说明你经常下的是 可以随便开火了 那你能 那你让我如何理解呢 对不对 此地无因三百两吗 就像说 不给蔡霞退休金 那你是你养 你成为了国家的 你成为了这个共产党的主子 人家干了四十三年 却落得真正付出的一切 应该是养老的 你却不给人钱 你不如就变成养了别人吗 所以共产党的话 在他的实施过程中 你都听出来其中的关键所在 当然 他上面解释了 是指习近平自己 认输了 就是服转了 双方胜负在观察中 习近平现任三个职务 去留跟接班问题 只留下国家主席的虚职 交出党总书记跟军委主席 明显败局 这个东西不是今天说的 我们上期做类似的节目 三个星期前吧 大概 就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七月底应该是 就有这个说法了 说风向球 是指这次呢 北戴河会议是否敲定接班人 这个话都是上次内容都有的 所以这篇文章 他是重新又写了一遍 胡春华接总书记 另外一个是李克强 胡春华李克强两个人 一个接总书记 一个拿走这个军委主席 习近平这样三权分裂 这种三权分裂呢 他可以找到一个模板样子 就是当初赵紫阳的时候 胡锦涛的时候 胡耀邦的时候 所以当时就是邓小平是军委主席 赵紫阳是 赵紫阳是总理 杨尚昆是国家主席 李先念曾经做过国家主席 胡锦涛 胡耀邦是做党的总书记 所以当时就这么分开过 所以如果那么一批人 就是跟当时邓小平那一派别 相关的人 他当然热衷于这个做法 而且他们是可以能够仿制 copy他们曾经做 中共曾经做过 那当然这是习近平不愿意 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回事 所以习近平在《求实》杂志上 发表文章 干掉任志强 今天再干掉这个蔡霞 所以他在党内的权力之争当中 他不松口 他绝不松口 哈人我以为可能他松口 他一辈子努力就是 要达到一个完整的权力 而他权力的范围呢 是对中国环境中的统治 所以他完全可以对美国低头 他对美国低头 是因为有着背后的神的因素在其中 他根本就邪不压正的 但是他在国内 国内在他眼睛里认为 反正都是共产党统治之下 所以他不能认输的 那不认输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激烈的冲撞 激烈的冲撞 我自己认为 就是推背图当中的白头翁 最后自己非闷死 气死不可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观看